我們來講一些跟腳有關係的概念 那像第一個概念我們所提到 是這個腳要怎麼去度量它 那一般我們常用的度量有兩種 好一個是我們常見的度度量 這個實際上就是同學們最常看到 什麼30度啊45度腳啊50度腳 這樣的腳用度來做測量的 這樣的一個度量方式要度度量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這邊 它的定義是說我們把這個圓等分成360份 那每一個等分就是每一個等分呢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度 我們是這樣看好這是度度量的部分 所以這是我們以前最常用到的 那包括同學們用的量腳器啊 好跟以前我們大概在國中國小啊 甚至高中一開始所看到的那些度數 通通都叫度度量 那就是一般同學們說的多少度 上面是一個圈圈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要介紹一個重要的 一個度量方式叫做弧度度量 這個實際上是在高中階段以後 包括在你大學階段 我們真正在看角度的表示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把它表示成度度量 好弧度度量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說呢 我是把跟半徑等長的圓弧 所對的圓心角就稱為一弧度 好跟半徑等長的圓弧所對的圓心角 所以你這樣想 我們假設今天半徑是R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知道我們的圓周長是不是等於2R 拍 這個是國小就學過的公式 對不對 就是直徑乘上拍 這是它的圓周長 那如果根據我剛剛定義說 跟半徑等長的圓弧所對的圓心角 稱為一弧度 那我們現在整個圓周長是2拍R 是R的2拍背 那我們就說我們對的這個圓心角叫做2拍弧度 所以如果我現在看的是整個圓周 所對的圓心角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圓周長來看 那因為這個圓周長是這個R的2拍背 所以我們知道它對的圓心角就是2拍弧度 所以這個弧度你要不要寫都行 就是你可以把它加在我們考慮的角度的後面 好就是2拍 那你也可以那個弧度的部分本身就不寫 你就直接寫2拍 好圓心角是這樣對 所以我們如果有了這兩個度量方式 那一般我們就會說 那所以我們一般的像一般的度度量跟弧度度量 我們有沒有一些好的方法去做一個轉換呢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稍微知道 實際上你360度對的角 就是2拍弧度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一半 180度對的角 實際上一半的話就是拍弧度 是不是這樣 好那這樣子來做一個比較關係的話 實際上所有的角度都可以用這種比例關係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還可以看到60度 60度實際上是180度的三分之一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三分之一拍 是不是這樣 然後呢再過來我們的30度 30度因為是60度的一半 所以再把它除以2 所以是不是六分之一拍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角度跟我們的弧度之間 可以用這樣一個度量關係 那如果你想要用更快的方式來找到我的角度跟弧度的對應方法 那我們這樣假設好了 我們設S為角度 度度量 應該這樣講 應該這樣講 我們假設這個S是一個度度量 那我們C打如果是弧度度量 那我們就會發現這一個S跟C打之間的這個兌換關係就是這樣 我S比上360度 它就會等於我的2拍比上C打角 所以往後你只要知道這個弧度跟這個度量的其中一個值 帶進來另外一個字就能算 所以譬如說 我說今天我的S希望它是150度 那你把它帶入 那我們就會發現360度分之150度會等於2拍分之C打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把2拍乘上去 所以我們馬上就可以得到我們的C打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六分之五拍 好 就你把它乘上去 然後這個度跟度約掉 對不對 然後再把這個2拍這個值乘上去 那我們答案就能夠算出來 好 所以從這個觀點我們就可以很輕易的把角度跟弧度去做一個換算 那換句話說以後如果我說三分之拍 那同學就要知道它就指的是60度 那我說六分之拍 那你就應該知道它是30度 那另外一個常用的是四分之拍 四分之拍指的是45度 對不對 所以45度的話你也很快能夠換算它就是四分之一拍 好 就是我們簡稱的四分之拍 所以在角的部分呢同學開始要慢慢習慣 我們往後漸漸的就把所有的角度都要改換成弧度的形式 那用弧度的好處我後面講函數的時候會提到 那我們用函數的形式真的去表達一個三角函數的時候 我們確實都是用弧度的方式在表達 而不是用角度的方式在表達 所以關於角的概念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要提到的就是它的度量方式